莫過濟 我們在宗教報紙乞書院請人 我叫校長打電話給他 他說Dennis 你來看看 這裡很麻煩,人們又壞,學生又難處 蛇蟲鼠蟻又臭 直到現在八年半 最大的挑戰就是學生冷漠和放棄 以及對你不信任 這裡是最難的 因為我們這個桌子的設計 其實就是有一個re-parenting的功效 如果我和人一起生活 關係都建立不到 其實就不能夠一起向這個方向走 其實今天去到的老師 他們收到的薪金 遠遠是在外面 大概一半到七成左右 做看僱也可以回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Dennis說到 有一晚就是十二時 他太太打電話給他 他太太鎖了自己的房間 但他外面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一歲 一個八歲 但最慘的是太太說了一句 沒有 也知道你無法回來 只是通知你 我下個星期就是我最後一天 好像沒了一塊 如果我離開 當我在這裡教了五年書 和他們一起生活 是很緊密地聯繫 他們是我生命的一部份 他一個超理智 和一個極好的老師 他的感言是影響了我很多 以前自己都說 很多東西都收起來了 但是去到他身上 我看到原來對人是可以這麼坦誠 是可以這麼不用擔心 那些人你怎麼看自己 我也做過年輕人 最複雜是成人 年輕人始終是年輕人 你還可以影響到改變到他 不期望他們每個讀大學 是不可能的 期望他們做到 做一個有用的人 首先對自己有責任 搞定自己 搞定家 搞定家才搞定社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